大家好,我是武爱阿猪阿子 今天是2019年9月21号,星期六 今天是我做的有关基督教和谐控制计划的第57节目 刚好满57,可能以后会做一些 但是这些都是很重要的 有关基督教和谐控制计划的节目 我已经做了很多了,弟兄姊妹们 可能你们是第一次 如果你们是第一次看我这个节目 你们可能不知道什么是基督教和谐控制计划 我首先简单的说一下 什么是基督教和谐控制计划 基督教和谐控制计划 就是党派他们的人 然后专入教会或者以各种方式 或者是他们自己建训教会 或者是统战的方式 统战以前的教会 然后从国内 然后扩展到国外 然后搞大外宣 通过教会作为基地 就相当于那个孔子学院一样 以教会为基地 然后再去 统战其他的那些团体 比如法轮功啊 海外加高民运的 或者是在各种网络上做大外宣啊 海外的基督徒论坛啊 都有他们的踪影哈 这就是基督教和谐控制计划 我把它英文呢 缩写为就是 CCCCCP就是Chinese Christianity Concordancy Control Plan 好 这就是基督教和谐控制计划 今天我要做的题目 主要是我想简单的说一下基督教和谐控制计划这些成员的关系嘛 因为要执行这个计划嘛 必须要有人嘛 他们这些人都是有关系的哈 然后这是一个网站 这个网站当然我是简单的说一下 我们不可能找到他们所有的那种联系的点 我们只能说从表面上的一些现象 最主要是从网络上找到的一些信息哈 我说过 我们也不可能找到比如说他们的资金来往啊 这些哈 因为这些比如是他们内部捅出来才行哈 我们只能是根据圣经 就是耶稣教导的 说的是看云使天气嘛 你们知道天上的云彩 你们就知道要下什么雨哈 就是看云使天气 其实也就是理性的分析啊 当然里边 弟兄姐妹们如果 淋漓很敏感的这些东西 只要一听一看就能明白 有些淋漓不敏感的弟兄姐妹 或者是已经被陷入了他们这个网网里边的 弟兄姐妹们 我希望你们花一点时间把我以前的节目或者是把我的那个 合集 我有一个我爱阿珠阿子的合集 那个合集在七千人教会论坛的博客 这是在Google上面的哈 那个博客里面有个我爱阿珠阿子的合集 就是这里 我爱阿珠阿子文集有关华人基督教远知名的究竟然共识团和和唐重的 国业重派和谐控制计划 就是这个 有弟兄在网上他看到我这个节目他只发了一晚上就看完了 看完了之后他以前是被那个鼓吹高智能的刘夷 刘夷骗到了他们的那个一个就是团嘛 就是推特里面的那个组成的那个有一个那个叫什么群里边 然后他看完之后他马上就退出来了 他把我这个合集发出去之后 那个刘夷爷就说他福祉报道 就说他福祉报道 然后他说他他在那群里待了一周 看我这个只看了一晚上 哎然后他就相信我说的哈 因为这个的确是只要有圣灵统在的 只要不说有圣灵统在的 只要稍微有点理性分析的人 看了我这个合集哈里面的证据也是特别多的 只是说我们没有办法因为证据太多了 他们的关系网友很复杂啊 不能一人一条一条把他理出来 理出来啊所以说要慢慢看 里面当然有些分析啊里面的证据其实都是有着 每一里边我说别里面的说的每一句话 只要是陈述事实都是有资料来源的 哎如果你们有兴趣你们自己去找 如果你们没有兴趣听听我说 我不会乱说 因为我乱说我就是在胡说八道 那我是自己找死哈 所以说我今天呢就来简单的理 理他们的那些关系这个关系网哈 然后我主要是我今天在那个推特里面 发了一下那个哈基督教和谐控制计划的关系网 好我先就在发因为推特他毕竟一次只能发一百多个字嘛 所以说是发了很多 发了五六个啊几个哈 然后大致就把那个关系网 呃理了一下当然没有理完啊 他里面有许多分支 呃然后最主要的两个点呢就是我说的发重点 就是远志明啊一个是唐从容 因为唐从容的归正中派嘛 呃这是都是当然远志明他也是和唐从容归正中派也是关系的 他们不是独立的远志明呢暴露就暴露在 呃他发表了旧金山共识啊 呃弟兄姊妹们你们一定要清楚远志明的强奸丑闻和唐从容归的同性恋丑闻 不是撒旦在打击教会 这是神要报他们的光 要洁净教会 要摧毁他们这个计划 呃这一点是呃相当的清楚的啊 弟兄姊妹们你们如果还没明白还在骂财令的人啊 一定要醒悟过来或者是那些归正中派的人就是加尔文中改革中的人啊 如果还在为唐从容说啊你们其实是在为撒旦做工啊 你一定要醒悟 呃你们不相信我说的你们就自己找资料 我的所有的资料都是公开的啊 我想只要有圣灵统在的就非常容易相信啊 呃有的人只要看一段他就会相信 好 然后我现在再说一下根据我今天的早上的推特的那个发的帖子的顺序说 好 我们首先说这句话 啊 就是那个高瞻啊 高瞻就是他是见得嘛 他是被中国判为台湾见得 但是啊 由于美国把他救出来了 救出来之后啊 然后在美国又把他判为见得啊 又把他判为见得 所以他是在中国判刑在美国坐牢啊 这个高瞻啊 嗯 他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我说他是一个partner 就是一个典型的那种玩的方法 就是坐牢嘛 中国坐牢 然后把他捡 然后再把他放过来 就是周一达黄盖 呃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嘛 王卓也是这样的 就是周晃朝啊 红练白练啊 都是这是中共产党派卧底的一个 那几年玩的比较顺的一个方法 所以说高瞻啊 你们一定要注意我为什么把高瞻 高瞻是不是基督徒 我没有太关心 我想他老公是基督徒的话 呃可能他也是 那我就不查他了 不查他了 反正他是间谍啊 他是间谍 他其实是中国的间谍 在美国坐牢 中国判断间谍啊 好 说说高瞻的老公啊 他就鼓吹这个杨建立 因为高瞻的老公 他发了两篇文章嘛 至少是两篇文章 你们在大纪元上面去找 找高瞻的老公叫 叫薛东华 薛仁贵的薛东 东南西北东华 中华的华 薛东华 他呃 你们一查就查查得到了 他吹捧杨建立是基督徒 好 你看这是这是个关系哈 杨建立啊和傅希秋 都是疗城石砖的 哎杨建立和傅希秋 我以前有个节目专门讲过他 就是杨建立和傅希秋 这个是在刘刚啊 就是搞民用的那个刘刚 名气很大的 秦城铁汉的那个刘刚 里面的话 至少他也是认定 就是杨建立和傅希秋 是特工哈 因为疗城石砖 是个非常不明 没有明的石砖 但是现在他两个人 现在在美国连妹主演 连妹主演 一个小地方出来两个人 这都是不合乎正常的逻辑的 当然傅希秋还有其他的 我说他是鬼祖 慢慢讲 说说这就联系点 然后杨建立不是办了个义报论坛吗 他的主编就是认不媚 就是现在的网红布是认不媚 认不媚 许多弟兄姊妹们如果你是在推特上 几乎可能只要是基督徒 基本上就会知道是认不媚 因为推特上我经过简单的浏览一下之后 主要就是认不媚 当然还找到几个那就是不太有名的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刘怡 就是我前面说的那个刘怡 就是一个背一个台的那个怡 他是鼓吹高之胜的 他是专门鼓吹高之胜的 以前的节目也讲过他 然后我默默再说 杨建政的义报论坛就是认不媚 你看这个网认不媚 认不媚和黄河边李建峰要在温哥华开教会 要李建峰自己发的帖子说的 他们要给认不媚在文化开个分坛 这个里面的推特上都可以找到的 我开始有个人他说他们要开 就是和黄河边他们要去开教会分坛的时候 我就问他我说你有证据吗 发的他说是李建峰自己说的 然后他说我找不到了 然后我后来在网上说我以前的节目说过了 我这网上一收就收到了 的确是他要开分坛 所以是联系上了 这个黄河边当然就不用说了 高调回国然后安全出来 弟兄姊妹们如果你们是翻墙出来的 你们如何在上边乱说一句话 只要不合共产党心意 就有可能喝茶 而他在外边还反共 还大摇大抱的回去了 病者还安全的回来了 所以说这都是不正常的行为 好 李建峰是谁 我查了他的资料 他说他姓天主角 其实都是基督教嘛 李建峰 他是傅西丘弄出来的 你们可以去查 查李建峰傅西丘 傅西丘弄出来之后 就温哥华的红玉健来 就把李建峰接到了他们的教会 李建峰 就是红玉健的教会 就是在温哥华 叫做信友会 这两天不是前两天吗 应该是过了 前两天就是那个 后边的要说的 是唐重荣 在他一起讲到 他们都是一伙的 我慢慢讲 好 傅西丘 冯宇健 唐重荣 都是国际 龟众团窃的 就是龟正宗 龟正宗派出来了 所以说 然后后边 后边我还提到个王一乐 也是这个的 你们可以去查 这个都是有资料的 龟正宗派 关于龟正宗派 就是王英布什 如果你是家庭教会的人 你们一定会 特别是北京的家庭教会的人 山东的家庭教会的人 或者辽宁的家庭教会的人 你们以前在微信上 可能跟我联系过 你们应该知道王英布什 你们在国内的家庭教会 你们叫他王英大哥 他是做了个五十级的 叫做守望的一个讲道 就专门是批 龟正宗派的 因为我们都已经看见了 那个龟正宗派 在国内控制家庭教会 王英布什的这个 五十级讲道我也有 包括他的一些基要的讲道 我也有 就在这儿 王英布什 当然国内的教堂 王英大哥在这个地方 五十级 你们在七线教会论坛的博客 七线教会论坛 现在已经没有了 有的只是我的辈分 但是有一个博客 叫七线教会论坛的博客 基本上你在网络只要收到七千人教会论坛的博客 或者你们找到5IR抓职 那基本上都是我的 好像我没有看见有访默的 只是在王怡的那个网站上 有个人他说他是七千人 他没有说七千人教会论坛 他说是七千人 你们也会找到 那都是传社会福音的 我瞄了一下是很明显的 好 所以说这些人 那么我们再说王怡 王怡他也是归正宗的 王志勇也是归正宗的 王志勇在那个邱家军在推特上 或者是在YouTube上 这个人也是鼓吹王志勇的 当然我名字被我理想 就是国安宁钢和王志勇 王怡他们在2008年 在地震2008年地震5月12号 地震发生之后 他们说要为地震的受难的人祷告 其实不是 他们是在那里成立全国规制联盟 我以前说过 就是国安宁钢就做的是他们的盟主 也就是说他是号令王怡的 你想王怡名气大 还是国安宁钢名气大 当然就是王怡名气大 但是王怡还得听他的 他当了总的 刘同书他就说王怡不是在搞事吗 把他抓起来 刘同书就说王怡的事是特事特办 什么特事特办 特就是特务 特务的事特别办理 我后边会讲 远志明是归正宗的 你看归正宗全部出来了 远志明的归正室 归正宗的凌迟性 介绍读神学的话 你们可以在危机词条远志明的词上面去查找 曾经有一段时间 远志明的强奸丑闻出来之后 有人想把凌迟性介绍读神学的 归正神学的 这点酸掉 但是没酸掉 有其他人就加上去了 所以说远志明和归正宗都会联系 当然还有许多的联系点 只是想到的把它携带在上面 因为时间有限嘛 然后最主要是推特不能写太多东西 远志明发表旧经商共识 至少有19个人的团伙 远志明发表旧经商共识 这个都已经很清楚 现在你们去查找旧经商共识 就会明白 他是和共产党和达成共识 来控制教会的 他的附录里面有19个人 签了名的 这19个人在远志明强奸丑闻发表之后 每一个人都在支持远志明 没有一个人出来支持彩礼 都在支持施暴者 不支持受害者 你们就知道远志明 在他们中间其实是很有分量的 因为其实很简单 如果因为远志明被刘通书 称之为是他们那一代人的代表 你想代表就是有群众基础的才代表 一个人不可能代表他自己 是一伙人才会推荐出一个代表出来 他们都是一伙人 我是为同党 同什么党 同共产党 再说杨建立 前面说的杨建立 杨建立是小评头 网上的小评头 你们可以查找 是小评接到圣学团 卧地团伙的 圣学的卧地团伙里边有郭宝胜 张建 那就很多了 我查一下 就是这个小评头 小评就是他们 你们可以去查找 他是有很多的资料 他是独立的 当然可能互相有一点的影响 但是他是独立的 因为他是搞民运的 我根本就不熟民运 我和民运也没有来往 我只是在网上看他们的帖子 当然我的许多资料也是来源于他们的那些帖子 因为基督教和谐控制计划是个洪跨教会和政治论坛的一个计划 政坛和教会的一个计划 所以说这个资料必须合并 所以说你看小评图里边 他揭露里面有这么多人 我数了一下 一二三四五六七个人 里面就有杨建立 杨建立当然肯定是他们里边的一个头 就是没什么说的 这里边张建就死了 张建就是以前你们看我的 就是我的那个合计的后半部是我的自传 张建他曾经骗过我 你们可以 我以前的节目有讲 你们可以去看看他 叫张建 葛宝胜他叫曼德 基督教论坛叫做曼德 葛宝胜以前开了个网站 他里边还介绍一个人 就是那个张前进 就是张前进 张前进是在里边 在葛宝胜的网站里面有他的个人的小传 还有他的学习 在葛宗宗派学习的那些资料 张前进我以前不知道 他是刘刚 看了我当时在公务台 或者是在独立平民论的文章之后 然后他揭发的张前进 张前进 他是你们去看刘刚的牧师卧底张前进 他里边提到了一个XYZ315 那个人就是我 他说他受了我的影响 然后就写了卧底牧师张前进 张前进当然了 当那时候我正在找资料的时候 张前进一查 他也是归正宗派的 也是归正宗派的 所以说所有的资料都会指向归正宗派 所以说这也是后来导致 王一牧师写了一个 做了一个守望50级的那个录音视频 好 我说这个网络还网不住你 是神对你的恩典酸命大 感恩吧 这些网络 然后我们再接着说 就是说小布什啊 他们以前的那些总统都是有问题的 所以说川普总统现在就改变了他们的国策 所以说他们就是见了小布什 然后就吹捧他们嘛 作为教会名人 好 然后网络上还有一个拉风的人物 就是高智慎 高智慎呢 就是于解剑的方哲教会的里面的人物 是在方哲教会聚会的 然后呢 有网上推特上有个叫刘怡的人 是鼓吹高智慎的 高智慎是专门去骗法轮功的 他们当然有分工合作 高智慎是专门去骗法轮功的 还骗和尚 有个叫四大成的和尚 就是四大成他在网上说感谢我 而揭露高智慎 然后四大成是由于 他是和尚嘛 你们可以去查找四大成 释迦摩内的四 大小的大成成功的成 四大成 他是由于转发那个郭文贵的 还有其他的那些东西 然后把这坐牢了嘛 不过他现在出来了 现在他当然就很低调不在上网了 我刚才说不要上当受骗了 他说他不懂上当受骗了 上当受骗了 我想他也会再看我的节目 我再看你节目 因为他在国内 他跟我说的那些事情 我就不讲太多了 反正他是让我感谢 揭发高智慎嘛 我有专门的节目说他 好 然后说王怡是特事特办 的流通书被吹成是刘大元帅的儿子 是耶鲁的和大教会卧底李处文是同一个学校毕业的 就是那个特事特办就是特工的工作嘛 就是特工啊 为什么叫特事特 特工的特就是特事嘛 王怡 这个流通书 流通书他已经被他们的三进城教会赶出来了 流通书他是职业特工 流通书他一出那场就说他是刘大元帅的儿子 他不是这些都是自我推经 然后来制造名人 然后成名之后就来否认的 他当然他的父亲是谁 不知道 三进城教会的人跟他一起 他在三进城教会当牧师 当了九年 三进城教会的人 没有一个人知道他的父亲是谁 你知道吧 这就是特工的保密工作做得好 你不知道他来源 也不知他的背景 你也找不到他的私行牧师是谁 你也找不到他的历史 你看见他的历史 就是突然一下已经出现在教会了 就是那个耶鲁 耶鲁这是新派神学的一个大本云 就是李处文是周恩来派到耶鲁的 所以你看流通书也会派到耶鲁 这些都是有原因的 流通书和那个影帝 就是温家宝的秘书赵晓 是就将共识的推手 当然国内的 当然比如说那个演艺界的演员 高级演员 李丽萍啊 然后他的老公 哎我怎么老老老季 孙海英 孙海英 他们都是他们这个同伙的 不过他们现在都消失掉了 我想由于这就是由于新皇上嘛 上台之后废弃了他们这个计划 转弄低调了 因为主要是没有钱了 养不起这么多闲人 哎不玩音的玩音的没时间 没有精力没有金钱来玩 所以就把他们这个计划就慢慢曝光了 哎我还补充一下 我上期在说就是在就任共识发表之后 好像他们就突然一下 是是了不是哈我后来才突然想起我当时是说错了没想起他们是竞争共识发表之后 然后他们都全部一下因为达成了共识嘛和共产党达成了共识哈他们以为已经搞定了基督徒然后他们全部都进入了新浪博客和新浪微博 这就是为什么在海外当时我在海外好像都找不到他了 后来我找到他们的时候他们都在新浪博客嘛 新浪博客你想想他是国内监控的新浪微博哈 然后我也跟着进去之后啊 他们才能到现在你都还可以找到远知名的那个他的新浪博客 他的微博当然他自己把全部送了但是他新浪博客还会有没有没有被封掉 没有被封掉啊 然后再后来那就是新浪上台了就是彻底都不行了 然后呃薄熙了也被抓了嘛 好 然后在共识里面哈就算共识哈 我说这些网都是他们的名字 就算共识里面的组长啊当然也有许多啊19个人 你想有很多分得成7组嘛 三千二十一哈当然也有上当的比如说那个林子周远远哈 哎他是他是特别想加上就算共识加上同理生子 但是被远知名拒绝哈 呃他里面的组长有任不媚任不媚是六组的副组长 然后有张伯利哈 张伯利在教会里面税里人哈税里人哈 这个你们在网上找不到资料 我是听那个呃牧师说的 网易牧师告诉我的 这是绝对可靠的消息 哎我想给他们周围的人我想你们和他周围的人 你们都应该知道张伯利在教会税里人哈 这是绝对的 我想他们可能他那些女人都是党给他派过来的 有我的猜测哈 所以说张伯利 呃你在国内呃 百度百科都能找到他 张伯利他是以六十通缉令嘛 你其他的通缉令的人像熊岩啊 啊柴林啊 风筝的你都找不到 但是张伯利你在百度百科是找得到他的 为什么因为他肯定是加入了那个嘛 共产党合作啊 因为通过教会的形式啊 这是没什么说的 他睡的女人 我猜测许多应该是党派过来的 呃有可能先是被女人蓝金黄了 然后把那个了 啊这个就是猜测 但是他睡女人 这是 撒谎和睡女人 这是绝对的事情啊 张伯利他当然不会玩推特啊 他当然不会出来 你出来都会露像 我就说为什么这些人不上网啊 不上推特啊 你出来他们就会露像 好啊 张伯利和远志明都是以民运出名的 其实没有搞民运 远志明一出来 呃他就他就退出民运圈了 他就去跑教会里边 钻到教会里边去了 哦然后还有一个就是那个 嗯叫什么 叫赵天恩 赵天恩说哈 赵天恩说 就是那个六十出来的赵福山 是借着六十出来之后啊 在海外来控 来执导 来执导 控制整个海外的教会里边的卧底的 啊 所以他是没有反共的 也没有叛逃共产党啊 他只是出来工作了而已 出来工作了而已哈 哎这是赵天恩说的啊 啊所以说网上好多人还以为赵 赵福山是出来了哈 根本就没有哈 赵福山到死就没有悔改也没有他的任何回路有关他的三字当主席的事情的啊 然后再接受说 那个王一乐啊 啊王一乐是国度网的 是呃 网络使团的那个 应该是 张老还是什么 反正就是首领嘛 是他是头 王一乐开的国度网哈 这都是归正啊 和唐从容赴喜秋都是国际归正团圈的啊 归正归正团圈的啊 在网上开国度网 网到里没有哈 我想肯定有弟兄姊妹被网到了啊 然后再与方舟子论战成名的呢 基电呢 就是我以前说过基电我一上来我只给他发了两个字呵呵 他的推特内容跟我根本都没看 哎我上来发呵呵 的目的是什么我就想试探他一下 看到这个什么态度啊 因为我 哎还是不敢特别的肯定他啊 嘿没想到他一下就把我拿黑了 呃那就清楚了 他是他当然是他是在华兴的海外校园工作 华兴是谁哈 我给你们看一个文章 华兴就是袁志明强奸丑闻之后 这是神州传播会的网页 华兴为袁志明洗地 华兴是海外校园就是OC的 呃 头嘛 叫秘书长还是什么的 你们可以去查 华兴为袁志明洗地 就叫真相难免公义可待 可待什么可待 就是为袁志明洗地啊 好我说的流通书啊 也为也洗地 这都是呃 袁志明的神州传播上面的 石头的落出福音哈 他他说这些骂 袁志明的都是呃 拿石头砸袁志明 博社 那个做一个末石啊 犯了如此重大的罪行呢 必须悔改 必须悔改 呃这个石头没砸死他 也没有砸死他 呃这没有砸死他 砸死他那就是犯法了 犯了世界的法律啊 没有砸死他 只是揭露他而已 对吧 所以说那个 呃他都是为袁志明洗地 所以说呃 为什么呃 积电一看见我都吓跑了 因为这是确定无疑的 他是为远志明他们的团伙工作 所以我刚才说了两个字 呵呵 呃他就把我拉黑 然后他把他的ID刷掉走了 当然不见得是我把他吓走的 但是我现在比较喜欢说 我把他吓走了啊 肯定是把他吓得够呛 哎 因为他一看见这些资料 他没办法回答 他没有 如果有基督徒拿着我这个资料去问他 他回答不了 他完全没办法回答 他只有昧着良心 他看见我害怕 就说明他还良心还没有完全被狗吃 啊 不像那个 任不昧哈 还在那儿骗着啊 啊 啊 海外学子里上当了吗 哎 我想肯定有学到上当的啊 我就不说了 啊 活该就是任本发表 活该论的 现在的同伙有谁啊 有李建峰 啊 黄河边 啊 黄河边也是小平头节的 圣学团伙的 杨建立 县头团伙的 高调回国 平安归加拿大 哎 李建峰呢 应该是他们里边的猪队友 是他说黄河边 他我在推特上看见是 他说黄河边是基督徒 而且也是他说呃 他要和任不昧他们一起去开教会 嘿嘿 当然 这个是猪队友哈 我以前说过那个人也是猪队友 就是呃 大陆基督徒论坛的 麻吉伍北提也是猪队友 那个人 我在微信里边 一见到他们的牧师 吓得那个牧师赶快给我说 我不跟你说话 我不听你的 说的任何多东西啊 他们都是不敢 不敢面对事实 他们宁可下地狱也不悔盖 哎 那是被撒旦 而俘获了 那是比很难 摆脱出来的 啊 然后还和王庆颖身口张灵等发表过种论 在推特上搞大外宣啊 就是张灵发表身口论嘛 王庆颖和张灵呢 我研究他不多 就是网上的徐水良 搞民运的徐水良 他说他是浙江的那个特工卧底啊 当然他们都是基督徒啊 还不是基督徒 我不是说哈 就是发表活根的任不来 以前的同伙有于杰王爷 主要是还有刘晓波哈 刘晓波大家都知道了 诺贝尔和平奖嘛 哎 就说我们说的是 呃什么叫 就是叫镰刀 哦 韭菜战镰刀 就是觉悟高吗 我拿着镰刀 让着你 我拿着武器 要求你给我和平 啊 然后你就和平了 所以说你就等了和平奖 这就是和平奖的来源 呃 批刘晓波的无敌论 那就太多了 我就不说了 啊 刘晓波的无敌论 远志明的和谐论 和柴林哈 他是上当受骗的 你们去可以查柴林 写个教会里的个信 你就会知道 他为什么发表 那个 呃 发表那个宽数论 而且他为什么要私下和远志明和解 都是受了天上云 刘晓云的骗哈 这些都是基督教和谐控制计划的成员 发表宽数论 这三个论的思想是高度一致了 是什么呢 就是宽数掌权者 诶 他们的这个无敌和谐 诶 宽数 他不是宽数 不是说掌权者来宽数别人 或者是每个人互相宽数啊 他是专门是要宽数掌权者 就是说掌权者拿着镰刀 这些韭菜就说 哎呀 我宽数你了 然后就被掌权者就割了嘛 就这个意思哈 他的他们的那个灵界背景呢 就是这个其实就是爱 假爱 鬼爱 那个为什么就是丁光逊呢 三智慧哈 的丁光逊 就是因爱称义 就把基督教的因爱称义 就改成 因性称义 就改成了因爱称义 就是要有爱嘛 这个爱是假爱 鬼爱 是杀的魔鬼的爱啊 爱啊 所以说这个爱 这是我是说 这是从灵界背景来说的 不是说他们直接从那个 丁光逊来的 他不是 这是撒旦的一个骗局 他要让这种爱 就是这种爱主要是特质 爱掌权者啊 从这个上的意义上来讲 掌权者 他就是爱 爱 当然耶稣说就是 神就是爱嘛 那神爱大家啊 然后他们就把它扩张为 就是 每一个人啊 就是 把神的公义 就完全不要了 然后就是 对 对敌人 对坏人的爱 是利爱 这种爱 如果你不 主持他还行的话 那其实是 就把他爱死爱尽了地狱嘛 一个人不悔改 不悔改他的恶行 那么就没办法上天堂 那么他的结果就是下地狱啊 你如果 在这种他不悔改的情况下 你还要去爱他 其实是 害了他嘛 就把他害得地了 这是很简单的逻辑分析啊 很简单的 也是 完全违背的 这是 只要一个正上人都不会这样做啊 因为 啊 说这种爱是鬼啊 啊 无敌和谐宽恕的实质 其实是强奸啊 这是我以前说的 就是强奸基督徒 而且强奸华人 他的目的 他不是指 单指基督徒啊 他要把整个华人 这个基督教和谐控制 要把整个华人 托入地位啊 所以说 财林就报远志明的强奸罪行 啊 这就是财林 为什么他以前说爱爱爱爱爱的目的 后来其实是 就是被人强奸了 还爱人家啊 这是不正常的啊 这是一个人违背一个人的 一般的感情是非标准 一个人必须悔改 如果远志明他悔改了 他真心悔改了 那当然就是完全可以原谅他 这是没有问题的啊 原谅他 当然有的人做不做得到 那是另外一回事 但是至少他悔改了 那么再爱他 这是没有问题的啊 但是他们悔改 你爱他 那就是把他推入地狱了 推入地狱 当然我知道远志明他不会悔改 他有一天突然说 他悔改了 你不要相信 那一定是骗人的 哎他代为 就是就是建了棺材的时候 会不会悔改 那我不知道了 我大致推载他 他也不会悔改 这些牲口 就是牲口啊 其实就是畜生嘛 就是圣经里面 耶稣基督啊 骂的这对人叫畜类啊 畜类啊 耶稣基督也骂人啊 这是很明显的啊 他当然不会骂那些脏话 但是畜类啊 就是畜生啊 这些人就是畜生啊 好 上面就是 你们看看吧 上面就是基督教和谐控制计划的这个网络啊 啊 说话重点 重点就是一定要抓住远志明和搞同性人的唐从容 这两个为什么呢 因为上帝曝光他们的丑闻就是要摧毁他们的基督教和谐控制计划 现在还在为基督教和谐控制计划的人 如果还有人比如说来骂我的人 你质疑我可以 你质疑一次两次都可以 来骂我的人啊 那么都你们都是在和撒旦做工都是在跟撒旦做工这是毫无怀疑的 毫无疑问 你们来骂我的人啊 你们如果不知道悔改你们一定是在撒旦做工 一定是为撒旦做工 我根本都不打你的马上拴掉 但是至于我的人啊 我可以回答几句 回答几句 如果回答太多了 你自己要动脑筋 叫圣诗明辩 圣经里面的话 这是上帝的教导 圣诗明辩 你们自己要动脑筋 而且同时你们要审视我 讲的对还是不对 如果不对 你可以指出来 特别是我的证据 你们不要去为我的言语啊 这些去争辩 那也没有任何意义 你们一定要看 实际上他们在做什么 是不是存在这么一个计划 这样的方向去思考 如果你们自己不动脑筋 我也帮不了你 好 今天的节目就坐在这里